只要宏威需要我随时都Ready 那我们其实今天中午也在一起参加活动 那只要对宏威有帮助 我们全党大家一起努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台北市 最重要的要把这一席立委守下来 对蒋湾市长对整个台北市民是最有帮助的 主任昨天有提到说 蔡总统你错了来反驳他的这个评议延长 但是吴怡龙更反向说中国要武统不想对话 不知怎么看 我觉得吴怡龙你大概把蔡总统的底线就曝光了嘛 你们民进党就是只有对抗没有对话 只有备战没有对话 那这样是要让全民陷入战争的风险吗 这跟全世界的趋势完全相反 全世界都是希望不但要有国防 更重要要能够对话能够化解冲突 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不同 如果吴怡龙的主张是对的话 那台湾不是陷入最大的危险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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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支持我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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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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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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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